隨著開學季悄悄到來 台南大學今日上午舉辦開學典禮 由校內管學樂團揭開序幕 校長黃袖霜推下藍色戰袍 穿上一席黑色洋裝 領頭高唱校歌 以南大校長身份勉勵學子 活到老 學到老的重要性 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大一的新生 也請大一的新生站起來 接受大家的歡迎 要以站在南大的肩膀上 大家共同來圓夢為主軸 來勉勵我們所有的同學 三立電視台主播陳亞玲 也以傑出校友身份回到母校分享 小確信與大志氣的人生經驗談 過去深信叛逆的她 此去待遇優渥的教室鐵飯碗 反而投身充滿挑戰性的媒體圈 以自身例子呼籲青年學子 人生一定要勇於嘗試 才能體會過程中的美好 年輕人就是因為現在還年輕 所以應該是要勇敢的去嘗試 很多他想去做的事情 而不要就是不去嘗試 因為不去嘗試絕對沒有 那也許我們世人 並沒有達到最後那個目標 但是在這個過程一定會有所收穫 那這就是我們成就我們豐富生命的 一個很重要的歷程 所以主要是鼓勵同學能夠 勇敢的去追求他想要的那個夢想 畢竟大家還年輕 在這個時候就應該勇敢去做 一別以往的開學典禮 陳雅玲以揮鞋的方式 拉近與學子之間的距離 揮後也放下主播身段 對於學生要求簽名合照皆來者不拒 展現不同以往的親和力 現場在一片和樂氣氛中畫下完美句點 記者謝孟榮、潘毅台南報導 記者謝孟榮 記者謝孟榮 記者謝孟榮